即使我現在查出了所有的真相 我小寶他在天上 他不會回到我們家 包貝兒子染疫過世 兩個月以來爸爸心中的悲痛 無法消散 確診的狀況下新北市360例 跟現在疫情每天是八九萬 昨天可能是七萬 這個疫情規模等級差太多 那我們這很早的4月14號 為什麼我們小寶 沒辦法得到妥當的醫療 後送的機制 我不太懂這個環節 是哪裡出問題 回想起當時的情況 認為如果恩恩能在第一時間 順利被救護車載往醫院 悲劇就不會發生 事發在4月中 當時兩歲的恩恩染疫之後 在家出現發燒抽搐的症狀 但爸爸也確診在新竹隔離 只能透過視訊和太太確認病況 並且分頭打電話求助 卻受阻 爸爸不解問題出在哪 我要真相 我們夫妻有打過的電話 任何一通跟政府公家機關單位的電話 都請幫助我 能夠依照我們的請求還原現場 不管是通話的文字記錄 通話的錄音 請政府單位都提供給我們 爸爸和媽媽當天陸續打了1922 新北衛生局中和衛生所和119 但電話另一頭不是要他們轉接 就是根本打不進去 事隔兩個月 夫妻兩人都已經確診康復 到電信公司調閱通聯記錄 向機關署和新北市府陳情 我也想要透過真相 來安慰我天上的小寶 也安慰我們全家的心靈 讓我們心能夠平靜下來 為了我們小寶在好好堅強的生活下去 因為我還有一個大寶姐姐 我的大寶姐姐也受到很大的衝擊 爸爸說儘管兒子已經回不來 還是希望相關單位可以重視自身的案例 希望別再有孩子碰上類似遭遇 TVBS新聞重寶 救護車急忙將人送到醫院 這是新北中和兩歲男童 當時搶救情形 最終他不慎離世 爸爸出面棄宿 關鍵的81分鐘 疑似讓他失去寶貝孩子 要新北市府衛福部給交代 懷疑時間點下午五點半 發現孩子有異狀 半小時內狂打三通 到中和衛生所都沒人接 五點四十二分 第一次撥打一九二二 說只能記錄轉達 六點打到一一九 也說要找衛生所 偏偏這個時候 連新北消防局也打不通 衛生所電話 後續恩恩爸爸又連續打了 一九二二和一一九 直到二十七分後 消防局這才聯繫上衛生所 六點五十四分 衛生局通知消防局可送醫 七點六分 消防局派遣救護車 七點半 男童抵達雙和醫院救治 面對家長的疑問 第一時間新北市府只說 是按照當時中央規定的 要盡更大的桌前 不要讓遺憾的事情發生 問題是確實 連新北自家消防局 擊破時都沒辦法聯繫上衛生所 這三十分鐘是否錯失救援時機 所有的這個電話 十五條線也都是 都已經都是open 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是不是滿線的狀況 九二我們基本上都有錄音存檔 所以在一年內的事件 民眾都可以來調 也因為這case指揮中心改成緊急時 可由119直接聯繫醫院收治 但黃金救援時 接拖了81分鐘 一個小生命來不及長大 中央地方不斷重複說遺憾 聽在家長耳裡 恐怕只有更刺耳 TVB宇宙華少平李宗恆新北市采訪報道 我現在只要聽到小孩子確診 我就會非常的緊張 就一直想要那個畫面 很痛 不要再等了 你坐計程車也要趕快送 對啊 因為你在那邊等待的時間 可能 那可能就是黃金時間 確診頭過世案例越來越多 夢夢霸沉重喊話 兒童高燒別再等立刻送院 只是夢霸看似打起精神 其實事發至今才過了十多天 每每想起夢夢心裡的痛 隱隱作痛 每天睡覺一定都會跑來我們房間 然後我們一定都把它哄睡 然後他一定會指定要媽媽唱歌給他聽 少了一個夢夢家裡就變得很安靜 其實真的不太能適應 過去夢夢是家中開心果 不管是和媽媽一起幫阿嬤洗腳 還是和媽媽一起吃水果玩玩具 總是鬥得全家開心 如今這些日常不在 要做長輩的怎麼適應 昨天來他就真的受不了 就在那邊我稍微哭了一下子 八十幾歲了 然後智力有點退化 就盡量不給他知道 現在昨天有叫我老婆跟媽媽講說 就是送夢夢去國外讀書這樣子 擔心疼愛夢夢的阿嬤 難以承受夢夢離開的噩耗 全家人只能用善意謊言隱瞞阿嬤 會用夢夢的名字把它捐出去 對因為他的玩具非常多 我們這三年兩個月都非常的快樂 為了幫助因為染疫身亡的家庭 衛福部提供十萬元慰問金 雙北同樣也是十萬 並且持續關懷 現在夢爸夢媽也打起精神轉念 希望夢夢在另外一個世界繼續淘氣幸福 只能堅強四個字只能堅強 TB的新聞楊西柏張惠仙台報導 全國基本上都在降 隔了七天再度看到六字頭 全台灣數字幾乎都下降 破萬只剩新北高雄第二多增加8333例 再來台中桃園台北只剩下雲林相較前一天有些微上升 除了這禮拜六假期的效應之外 看起來整體是在往下降 所以大概六月整個疫情逐漸的在到達一個在高原以後 那往下降的可能性是蠻高的 再看看急診數據 原本疫情嚴峻的雙北都有明顯下降趨勢 但中南部疫情走向得要提高警覺 畢竟馬上要迎來短午連假 短午節 這大家真的是 等於是又愛又怕 那愛就是說在這裡面 經過這樣的一個 基本上的人潮的一個流動比較多 那如果觀察它事實上是穩定的 那大概可以確定這個疫情已經非常的穩定 仍然不敢大意 尤其看到病床數據 全台除了南區也就是嘉義雲林台南 空床率不到三成量能吃緊 其餘地區都有超過三成 指揮中心考慮要放寬解隔條件或加開病床 對授權給各個醫院 對CT值到27到30的根據它症狀 住院的天數等等的情形 是不是可以能夠先解隔離 先出院 除了想辦法加開病床量能 同時要增加的還有兒童BNT的施打量能 6月1號開始 六都加開大型接種站 台北自由廣場 新北板橋車站 桃園巨蛋體育館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還有台南市立圖書總管 以及高雄展覽館 採取隨盗隨打 加快腳步 讓兒童保護力競速衝高 台北新闻綜合報導 109例的死亡個案裡面 106例是有慢性疾病 三位沒有慢性疾病 分別是70 80 90歲 只有一個人打滿三劑 死因都是肺炎 並呼吸衰竭 年紀也是高風險因此 109例個案中 80歲以上有65人 40和50多歲只有9位 另外長照機構住民有32位 佔比維持整體三成左右 而109例死亡中 一劑都沒有打的有43人 沒打滿三劑的合計71人 打滿三劑的有38人 羅一鈞強調 不能單看數字 要看比例 接種三劑疫苗的這個比例 已經是將近七成六成多 那但是沒有接種任何一劑疫苗的比例 只有一成二 但我們每天公布的這個死亡個案裡面 大概沒有打疫苗的都占四成以上 也強調沒有打疫苗 跟打滿三劑的染疫死亡比例差了六倍 依舊是苦口婆心 呼籲打疫苗才有保護力 外界關注的兒童腦炎新增三例個案 一歲女童先出現咳嗽症狀 隔天抽搐 緊急送醫發現泌尿系統感染 和疑似腦炎 另外兩例四歲和五歲男童 其中一位有呼吸道症狀 咳嗽發燒 另一位只有頭痛頭暈都是抽搐後送醫確診 經過檢查一位有腦炎 一位則是輕微腦水腫 所幸三到十天治療後都已經康復出院 前面第一幾個個案的時候 大家對這個疾病不是那麼了解 所以大家不知道他病人會這麼快 而相較死亡數稍微下降 中重症個案則是新高 30號新增468例 連續五天超過300例 也跟單日新增確診數一樣 出現一波高原期 中國醫副醫副院長黃高病就說 案例數下降10天後 死亡數才會開始下降 勢必中重症和死亡的高原期 會再維持一段時間 TVB社會綜合報導 張培堂在單假準備外出救診 只見救護人員全副武裝小心翼翼 但都已經這麼嚴謹 國內長照機構的確診死亡率 仍逐漸攀升 也讓業者坦言壓力很大 我們同仁他非常愛心 他也很願意付出 可是他變成他不敢回家 這樣的情形對機構 是一個照顧商的一個壓力 根據中央公佈的數據 上週死亡人數連五天上升 其中長照機構長輩 人數也跟著增加 原本二十三號只佔百分之十五 但後面六天逐漸拉高 最後兩天甚至都超過三成 而根據瞭解 除了工作人員休假可能染疫 住民外出就診也可能遭到感染 就連家屬也擔心不已 利用運送物資 趁機瞭解長輩的情況 但他們更擔心的事 突然接到機構來電 因此有些機構除了管控 員工的生活作息 也落實住民就診後的清宵 而高雄市三十號更公布 最新的長照機構 快篩養處置流程 除了第一時間 所有人要快篩回報結果 確診住民要落實 分長分流管控 並立即投藥 其他人也要在七天內 完成共五次的居家快篩 希望在有人確診的第一刻起 就能及時應變 全力圍堵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進入醫院前請正確佩戴口罩 醫院的衛教影片 從看診到住院 防疫不能鬆懈 但有網友上網抱怨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明明醫院該成為 護理人員的助力 怎麼會變成阻力 半開放的護理站 蒙上一層透明塑膠膜 後文者抱怨 其實這是專責病房 卻只靠塑膠部來隔離 直呼很兩光 而且病房是開放室 沒有負壓 雖然護理師會穿兔寶寶裝 但外包服務員沒受過序 根本不曉得該如何正確 穿多隔離衣 碰文者也提到 目前專責病房都沒開空調 但高雄天天飆破30度 病患熱到胡言亂語 也指控院方超受病人 質疑是否有感控原則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反駁指控 其實專責病房都有符合中央規範 照護比一比十 也優於醫院標準 強調照片上 並非是負壓隔離病房 他的專責病房有分兩種 一種叫負壓隔離病房 在可能在包吊裡面 所誤會的 一般的專責病房 他是屬於一百 他是屬於在通風 還有在內部感控 以及在氣體流通上面 有固定的一些過濾 有137床 那這些都符合在 定期檢測 還有定期 輔導的一個標準裡面 相較之下 其他委外經營的市立醫院 專責病房的護理站加裝玻璃隔板 而且是鎮壓規格 更落實防疫 目前高雄的第一級 負壓隔離病房 以及專責病房 總共有兩千一百四十五床位 空床一千一百九十七床 等於有一半的床位 還在待命中 做主準備 讓醫院隨時都能收治中重症的確診者 TVBS新聞 趙麗 宋家娟高雄報導 一邊報案 一邊搜證 講得好急 因為對方在醫院大小聲還動粗 你叫警察來啊 來啊 你跟他鬥手打我 要打你嗎 你跟他碰我 畫面天旋地轉 現場醫護人員 將白衣男子壓制在地 等警方到場 篩檢站暴力事件 就發生在上午十一點多 西美市新店更新醫院 工作人員表示對方前幾天也來急著鬧事 已經穿越我們的封鎖線 因為我們的採檢站裡面 是有所謂的熱區 就是污染區 那是直接沒有配戴口罩進來 那當然我們就請他配戴口罩 然後離開現場 就是或者是有什麼事情來詢問我 那當下他就情緒開始高昂 就說辱罵三四七 然後說要對我開槍 那在打到報警的過程當中 對方就錯完手怪 就是一個悶拳 就往我腹部打下去 警方調查 這名白衣男子 二十八號來PCR 當時他快晒音信 但強調有接觸史 院方還是給他採檢 兩天之後一直來問結果 被醫護人員勸退 請他回家等候簡訊 同時勸他口罩戴好 沒想到對方揮拳攻擊 如果你的手機門號 並不是本人的話 他可以使用 那個數位健康評證平台 就是輸入你的資料 他也會顯示出你的報告結果 但是如果說都沒有的話呢 只要你是陽性 衛生所會跟你通知 事我瞭解這名男子沒有手機 才來現場詢問 依照目前公布確診的方式 可以上健保快一通APP查詢 一家人如果只有一隻手機 也可以留一隻門號收簡訊 如果真的沒有電子設備 醫院櫃台提供自費申請 一張五塊錢 疫情升溫 不少人擔心自己 會不會也染疫 沒有手機 可以請親友幫忙查 男子被警方 從醫院帶進警局 這下恐怕不只知道自己確診 還因為動粗 吃上行責 你解隔出關的第一時間的心情是什麼 講得直白確診後在家關了七天 馬上回到議會被尋 心情上沒有差別 但身體上呢 咳道要把頭撇開 離麥克風越遠越好 但解隔首日這一殼 旁邊的人難免怕怕的 咳道讓議員都有點不忍心 但其實從一早他出家門 這一刻狀況就沒少過 既然自己掛保證 沒問題 想搭公車就搭吧 只是笑著笑著 又咳 這樣的畫面議員們通通看到了 硬要坐公車 就按照國家的規定 對啊 我希望是說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第一天啊 而且坐在旁邊的人多少 還是會有點怕怕 严見柯文哲被問得滿臉無奈 幕僚也澄清 根據防疫規定 柯文哲隔離七天後 屬於自主健康管理 搭乘公車絕對沒問題 有別於自主健康監測 需避免餐廳用餐聚會 自然沒有太大疑慮 只是柯文哲 這才剛痊癒 回到議會 仍免不了被問到政治題 柯文哲說很多孩子都走了 您認為這句話是不是謠言 你認為這句話是不是謠言 不算是謠言 民進黨的字典裡面沒有認錯這個字 他們就是會拗到底 用柯氏金據宣告自己滿血回歸 VVV新聞 綜合報導 五月中柯文哲才宣布 和平醫院轉為專門收治 確診者的專責醫院 還招募五十位的防疫天使 但現在就有護理師抱怨 相關的津貼居然被打折了 我們需要你 這句話讓不少護理師 使命感爆發搶著投入 而每位確診者 從翻身抽談到換藥等所有照護 都有同一位護理師全權負責 平均一人要雇五會病患 領的是時薪一百六十八元 講的就是額外的補助津貼 這名護理師說 當時支援時市府說 每班會有五千元津貼 加上一萬元獨立照護的補助 但報導後才知道 這一萬元會按照比例發 也就是說若照顧的病患是四位 則領到八千元 以此類推 護理師大探 怎麼都跟說好的不一樣 也質疑明明都跟著輪三班 卻不像一般護理師有夜班津貼 平均小夜班有三百五到五百元 大夜班則約九百元的津貼 但這批防疫天使沒得領 詢問後得到的理由是 他們已經有萬元津貼 但若病患減少 還會被砍班進而影響薪水 面對的風險卻沒有比較少 對此聯姻說相關的政策 都會完整告知 但詳情還在了解釐清中 不過身為疫情最前鋒 沒有人樂見醫護的權益 跟著陪葬 民進黨立委把位子卡死 不讓台下的藍營立委 有任何機會佔領主席台 蘇貞昌 唯一一個還在台上的國民黨立委 正正前被綠營立委二打一成功 架下來 眼見無法再越雷池一步 國民黨團再出招 就是不讓國務交費 除罪話三讀通過 但女戰神陳玉珍不在 國民黨團戰力似乎有打折 眼看快擋不住 只好把杯水拿出來 直接往台上砸 民進黨立委用手板當盾牌 但正當藍營立委砸得正起勁 天外飛來一杯水不偏不倚 往國父一向飛過去 這下不太妙 一向上國父衣服明顯被砸出 一個大洞綠營立委事後很酸 只是藍營再怎麼杯葛 仍敵不過綠營人數優勢 會計法99之一條修正草案 三讀通過 隨後陳水平表示 蓬萊島案平反 等了38年 國務交費除罪 被十六年似乎有感而發 但在此時清理戰場難免也被聯想 是不是有選舉考量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縮消聲援確診病是孩童 國民黨議員帶頭默哀三十秒 全英藝人郭彥均很多孩子走了一說 行政院長蘇貞昌一度揚言查辦 國民黨繼刑事局投案 時隔一天再找律師 接力追打 卻被綠營批政治動作太多了 不管是任何一個生命的消失 我們都是很惋惜的 但不應該成為政治工坊的議題 過度去炒作它 會讓人家覺得 這些真的因為疫情而走的家庭 怨恨就能夠得到消解嗎 但很多孩子走了 到底算不算假消息 現在一份九年前的民進黨立委 提案也曝光 內容是希望修改 社違法六十三條 對謠言的言論自由規範 還提到就算謠言 也要受言論自由保護 提案人是現任立委 劉建國 連署的包括同樣現任的李昆澤 管碧琳 陳歐波 蔡其昌 還有趙天麟 特別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跟傳染病防治有關的假訊息的散播 它是非常嚴重的 任何的斷章區域 拿過去的異事錄 然後來掩蓋到現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這麼樣對這件事情的防範 跟這樣的一個法律責任 我覺得是完全無法相稱 就是不願說是跨時空 被自己人打臉 但謠言和假消息 能不能畫上等號自由攻斷 進入基辅建成一千五百四十年 沒有喧鬧的慶祝活動 一片中街頭著名的地標 全被包起來 還堆滿沙包 提醒大家 戰爭還沒結束 但勝率不遠 第二天 第二天 她們都在這裡 因為每個人 在香港的保護 每個人 都在這裡 是真正的保護 也有兩百萬人口的基辅 戰後超過半數逃離 甚至烏克蘭多虧失土 許多人陸續返回家園 這名抱著毛小孩的婦女 卻發現家毀了 大樓已成交土 在地企業努力振作 西部的利維夫這家汽車修理廠 四月才因二軍轟炸全毀 甚至造成四名員工死亡 現在決定重新開張 還有壽司師傅一家 2014年因為烏冬政論 忍痛拋下盾內刺客的餐廳 逃到馬里乌波爾 就因為戰爭逃到利維夫 人生二度歸零 We are Ukrainian 義務人員拉出坡道 緩緩將病人抬上火車 這輛特殊列車 由吳郭健醫生 在前線搭起生命線 將烏冬傷患 運送到西部 接受治療 TVBS新聞 總共報導 炮彈震撼發射 好幾公里外的目標 瞬間炸成大火球 俄羅斯國防部展示 2S7牡丹花自走炮 就是這樣的軍武火力 讓頓巴斯 烏克蘭軍隊快要守不住 無軍東部戰情告急 俄羅斯趁機擴大進攻範圍 炮彈就插在農地中央 炸布羅勒近郊的小村莊 幾乎沒有一間房子逃過炮火 空氣爆炸 頻繁到居民出現幻庭症狀 俄軍在烏冬迅速推進 烏克蘭改往南部另辟戰線 烏军週日公布這段影片 聲稱在赫爾松和尼古拉耶夫等 南部地區展開反攻 逼迫敵軍後撤 只是想要躲回俄羅斯控制的赫爾松 烏克蘭需要更多西方軍援 烏克蘭國防部長親自現身奧德薩 授予士兵榮譽獎章 烏军想透過這波南部大反攻 打出破口扭轉戰局 白色機身解體斷裂 現場殘骸四散 尼布爾一架客機在二十九號起飛後失聯 透過軍方公布的最新搜救照片 已經找到飛機失事地點 當局緊急派出直升機 只是天候不佳影響搜救工作 機上總共二十二名乘客 這次失事的飛機是由加拿大飛機製造商德哈維蘭製造 在尼布爾服役大約五十年 不過這中間已經發生約二十一起事故 當局表示會繼續找尋其他乘客 目前還在釐清時事原因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一輛重機從旁邊呼嘯而過 結果下一秒 機車向前行駛 直接撞上前方的計程車 整輛車連人帶車彈飛 騎士重衰 重機則是整整翻了三圈 就倒在路中央 機車很躺 零件四散 但好險的是其實沒有大礙 站在一旁 看起來還在回想幾分鐘前的車禍 到底怎麼發生 事發地點在台北市新一區的基隆路地下道 二十九號下午一點多 當時三十四歲的王姓騎士 是騎往基隆路高架的方向 疑似沒有注意到車前狀況才發生意外 手腕擦傷拒絕送醫 只是這段路限速五十公里 事後坐筆錄時 對於自己當時的車速 他公車腦筋一片空白不記得了 基隆路地下道可以通往內湖 或者是基隆路高架橋的方向 平日的時候早上的八點到九點 或者是下班時間的五點到七點 都會是車流較多的時候 但就算是這樣 就在假日的時候 他的車子也是會不少 因此在這個地下道裡頭發生車禍 只要一個不注意 很容易量成二次追撞 根據統計 基隆路地下道 今年一到四月 一共發生三十件車禍 造成十四人受傷 幾乎都是因為沒有注意車前距離 或是超速才會發生事故 這回似乎也是因為類似原因釀貨 好險當時地下道其他車輛 都有注意路況 也讓肇事歧視驚險 超過一截 鐵皮廠房串出濃煙 消防車在門口集結 消防隊員全副武裝進入火場 第一時間裡頭似乎沒有員工 消防隊員拉起水線想揍火 得先破壞鐵捲門 好不容易破門 廠房又堆滿雜物 想進到裡面似乎有些困難 好不容易終於把火事給撲滅 但濃煙還是不斷竄出 就怕還在悶燒 只能持續灑水降溫 民眾發現濕火嚇得趕緊逃跑 就怕受到火事的波及 這起火警30號中午就發生 在台北市內湖 附近都是工廠 正中午火事在鐵皮屋裡悶燒 連遠方都能看到濃濃黑煙 起火點就在後方的資源回收場 當時鐵門是拉下來的狀態 裡面持續悶燒 信號很快就被撲滅 不過附近居民 也擔心說萬一火事波及的話 附近的廠房也會有財務損失 起火點是一間廢棄物回收廠 兩旁還有修車廠外匯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還有一間改裝工廠 專門改裝保時捷 賓利法拉利等等名貴車款 萬一這間廠房被延燒 恐怕會面臨巨額損失 不過到底是什麼原因 才會釀成火警意外 要等火調報告出爐才能釐清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也沒讓鄰居受到無望之災 額頭一條又深又長的傷痕 臉頰鼻翼也有縫針的痕跡 宜蘭的黃小姐臉部傷痕累累 根本差點被毀容的程度 因為他在十八號傍晚要拿東西到朋友家 但才一進門 在庭院的一隻杜高犬突然掙脫鎖鎖 往黃小姐身上一撲 雖然有用手護著頭汗臉 但還是被咬傷 主人發現後趕快制止 並將黃小姐送衣 黃小姐縫針縫了三十幾針 住院住了十天才出院 雖然四主表示願意支付所有的醫療費用 但這次經驗 真的讓他看到大型犬就心生恐懼 咬傷人的是杜高犬 也稱作阿根廷熬犬 在十大狩獵犬中 凶猛程度排名第一 被農委會列為六大危險犬種之一 但和比特犬不同的是 他沒被列在禁止 飼養輸入的名單當中 面對這樣身形高大 體格強壯的大型犬 專家建議千萬不要這麼做 專家提醒看到陌生狗 不要覺得可愛就伸手要觸摸 很多時候就在這刹那之間被咬傷了 走進屏東阿朗伊古道的海岸線 一邊是碧海藍天 一邊適時岩峭壁 讓遊客取之若霧 但這樣的美景卻出現這般 格格哺乳的畫面 照片中步道兩旁 插滿了大大小小的寶兔瓶 但這不是亂丟垃圾 因為底下罩著的都是 裸露在外的鋼筋 但其中還有不少 沒有被遮蔽的成了商人暗器 高雄就明周小姐在這受傷了 然後還有蒼蠅在上面站 我很崩潰 膝蓋被戳出一個洞 開刀縫了七針 讓周小姐心有餘悸 因為救護車無法進入 她整路使用哭的走出來的 事件發生在二十九號 周小姐透過申請 跟團進入阿朗伊古道 就在步道北端上下坡的 護墓鋼筋裸露 部分用寶島瓶罩住 但其中因為高低差 周小姐的左膝蓋 不慎被裸露的鋼筋刺傷 深度接近骨頭 傷勢嚴重需要開刀治療 其實沿路都還蠻多 鋼筋是裸露在外面 不容易行走的這個部分 趕快來做家庭的一個修復 那相關的這個保險 也會下去處理 聽眾先生服表示會派人維修 說不過因為阿朗伊古道 屬於保護區 不能使用機具施工 都是靠人力搬運搭建 還沒完工的部分 以簡易的方式保護鋼筋 但因為雨季土質流失 導致鋼筋裸露嚴重 還害周小姐意外受傷 旅遊興致全無 不過市府也表示會協助 周小姐處理相關的保險理賠 提北新聞 葉鳳達屏東報導